財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實施整理拘職已定 本市大統居室底段和小段23D號的 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調辦為內太原路133巷時 是24號為列測建物 本局101年3月27日 辦理本案列測追蹤 具文化資產價值潛意建物會刊 結論本案是已建立持續列測追蹤 並於後續更新規劃時 一定考量列列保存方案 序102年8月17日 招開本案列列測會及歷史人文調查資料 檢查會議 結論請更新申請單位於後續更新規劃時 以此原則作為本案列測建物列保存方式 申請單位於106年3月13日 檢送本案建物測會及列列保存計畫之舉 並經文資委員林千朗 民國兩位委員書面審查 審查結論請申請單位就現地原貿保存 異地保存進行方案分析 並依委員意見補充相關資料送本局副審 申請單位於107年1月24日 檢送修正版例面保存計畫之舉 等級於同年3月1日邀請兩位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結論為請委員意見修正後 再上本局辦理後續 趕快通過或解除列測 申請單位於107年4月20日 檢送修正版例面保存計畫之舉 等級於同年5月3日韓副同意被查 並於107年3月1日審查會議結論解除列測追蹤 那這是本案的地級地形圖 左邊是本案的建物外觀照片 然後右邊是他後面的意念的保存方式 案案3的建物為淮明街22、26號、燒安街212號 本案是廣告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於107年4月2日韓詢本市中正區公園段 二小段592D號等12筆土地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申請重建作業 經查辦為內懷靈間22、26號為列測建物 申請單位於107年4月18日 檢送建築資料之舉 另外周夢榮檢志強科資民建築師事務所 會辦理總業建設及和駐在興建工程 檢送中正區永昌段五小段142D號等24筆土地內建物資料 向本區區會是否具有文資價值建物 經查上案件242號建物為列測建物 且因建物所有權部份屬國有 本區順利文資法第14條第15條 於107年6月8日 邀請由屬於委員等三位委員 招派文化資產價值因估計列測追蹤成長限開 結論 本案比建物及本區邀請文資委員會看後 經整體因估本案建物付出文化資產潛力 並解除列測追蹤 這是懷寧街22、26號的地基地形圖 這是少安街242號的地基地形圖 這邊是懷寧街22、26號的建物外觀照片 這是少安街242號的現房照片 案式建物為長沙街2段180、182號 即反而南路1段155項1號、3號 本案是翁山上建築師事務所 於107年8月9日 安軍本案4筆建物是否屬都市圍繞條例所列測流文資一筆建物 監察本案4筆建物均為列測建物 本局107年8月21日 邀請原資委員、缺行委員等三位委員 召開列測建物現場會談 結論 本案4筆建物解除列測 文移拆除建物前 依調查平面空間、材料 依照並記錄現況 並引書、圖、紀錄、日式店舖、行施、建物文理 這是本案的地基基金圖 這是長沙街2段180號、182號的外觀照片 以及內部照片 然後上面這個是 這是黃河南路一段155項1號的外觀照片跟內部照片 下面是3號的外觀跟內部照片 門案 禮拜一 重慶北路二段75、77、81、97項8號 太原路133項10、12、14號 環營街22、26號 桑安街242號 長沙街二段180、182號 及黃河南路一段155項1號、3號 解除列測追蹤案 一起同意廢查 本案一結論本禮到後續 以上報告 好 關於這個案子 老師們 你會有了狀況和修正的問題嗎 好 如果沒有 我們可以等他 請示一下主席 因為今天有一個電子媒體在現場 想要補抓幾個我們審議時的畫面 那不知道 該會審議的時候 那 廢報委員跟主席 同意他們進來拍照這個 就30秒 適合 那我們現在請他們補個畫面 因為等一下進入審議 然後他想補過一個畫面 畫面還怎樣討論 因為我先沒有畫面 沒有那個 就拍一個畫面 還有一個照片 對 好 那麻煩盡快了 30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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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繼續我們的審議案進行 審議案一 新疫區國務紀念館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安系廣泰航研究極保存學會於107年6月12日向本局 就文化體提報 那 建物是位於本市新疫區南路4段505號的國務紀念館 所有土地是包含新疫區1122小段365245275281號 建物本體為1122小段1482間號 土地所有全人為中華民國旗台北市 管理單位為國立國務紀念館 建物所有人為中華民國 管理單位也是國立國務紀念館 那國務紀念館 是原先本一個列色的建築物 那好像該建物具有文化資產的價值潛力 那文化主席就秉職權 以文字法文化戰保存法第17條18條規定 啟動文字的審查程序 那在107年的7月11日要機 與富國委員、陳天雄委員、蔡雲昂委員 這到現場召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的專案小組會堪 那當日出席委員接任委 本案具鼓勵的文化資產價值 那會堪結論就是 本案經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委員現場會堪後 將蓄一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責起提供等委員會來審議 那107年7月11日會堪得委員的意見摘要入下 以國民政府前台後最重要的公共建築之一 是中央先生的一身經歷為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那二次網上先生為客戰後 台灣最重要的建築室 那本案具建築形態、構造性設計 以照過程各面向均為重要政檢辦 那三次團隊舉辦國內外的大型文化活動 不勝美局 為國內文化展演中正 其他普通資料就包括了 107月7月11日的專案小組的會堪照片 跟文化資產價值的屏幕報告 那就請會員常看出入資料 那這個是整個國務建築環 就包括建物跟整個台北京院區的發揮位置 那這個是他的航照片 那這個是專案小組 就是7月那次的會員現堪的照片 那這個是當年應該是民國大概六十幾年 那時候完成的石照園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當時的建築物的石照園 其實他建築物跟現在應該是差不多的狀況 但是庭院的部分其實跟現在還不太一樣 那唯一一個比較一樣的環境關係就是說 他從原來入中軸線延伸進去的這個 這個廣場跟這個視覺的關係 還有周邊有一定尺度的 他當時是畫應該是花 然後應該是下面廣場的關係是 有就是現在有反映這件事情 只是說他在警官的規劃上面其實是有做了很大的了解 那這個是當時石照園畫的國會建築物的一些意念 那這個是左邊是吳道雄先生他畫的一手稿 那大概他當時在手稿上看出來他的重點 包括那個建築物的那樣的形式的目的 那右手邊是當年在施工的一些照片 那這是接下來是一些現況的照片 這是他國會建築物的四周迴廊照片 那這個是大廳就是有銅像的一個位置大廳的照片 那這個是他室內有一個表演體育大會的照片 跟右下角是他陸的一個史基展覽空間的照片 跟屋頂的狀況 那目前價值評估報的部分 基本資料拿位置是在台北市新衣區 然而是高50號 最後土地是台北市新衣區 一線段的小段 360、524、527、528平號 那建號及建築面積 就是台北市新衣區 一線段的小段 一線段的建築面積 那建築總面積有二千 這兩千 兩萬九千四 六十點三五平號公尺 那建築面積 主要工程的落成員 國九十一名 新院一九七二 那所有全能建築是中華民國 那定所的土地是包括中華民國 還有台北市有部分人 那管理單位都是國立國務經營港 那土地使用分區有包括同為優勢跟到外國 那現況就是目前 國務經營港還是作為晚的紀念空間 跟文化教育的設施使用 那所有全能保存員 那應該是原則是願意保存 價值分析就是 我們文化局在107年7月11月 召開專案小組選開審查 那今天專案小組為出國任務 本案建物具文化資產 就是積極的價值 那未來保存的管理文化就是 依照現行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文化資產 原則它還是要有所有人管理或使用人員管理維護 那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那如果委員可以建議一次 由國立國務經營館還向神明會不會說 那指定範圍的影響就是 一 本案建物目前仍然是維持國務經營館 還有文化教育設施的使用 那躺間指定或登陸文化資產 應該不會影響到它的使用功能 那後續文化資產建築本體 或其他保存範圍 涉及修復或在利用事項 尋應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提供計畫規定 就文化局審查 另外二是 本案訪金指定登陸文化資產 它其實保存範圍如果有一些開發行為 那符合文治法施行規則要件的時候 就是要依照文治法暫時條的提供審查 你一半就是 你請同意指定國務經營館為直下施行規 那谷基的名稱就是國務經營館 總類是其他設施 位置或地址就是台北市信義區的 它是四段五百零號 那谷基及其所訂做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坊 那谷基本體為國務經營館建物本體 那建物為信義區立仙段二小段 建物總業積為二萬九千四百六四零三五平方公司 那谷基定做土地範圍為國務經營館 建物本體及中商公園部份範圍 那中商公園部份範圍指的就是包括 建物本體四周圍繞的現有廣場 跟建物南向正門中軸線 因為仁岸路有正門中軸線制 到仁岸路入口間的水池及花圃綠地 還有水池東側西側南側廣場 還有花圃綠地的東側跟西側廣場 建築物的周圍土地為信義區立仙段二小段三六零 地號部分 那該壁土地面積是一百零 該壁土地面積是十萬三千一百一四平方公尺 那五二四地號也是部分 那該壁土地面積是兩千零二十六零公尺 那五二七地號也是部分 那該壁土地面積是兩百四百零公尺 那五二八地號也是部分 那該壁土地面積為四千八百零公尺 那這等四筆土地是他的保存範圍的周圍 那實際保存面積是保存範圍的數據規則 那指定理由跟法律進去 主要的指定理由大概就是分為紀念性 跟所謂的建築的風格 還有市民生活的記憶正常的面向 所以一就是國部紀念館落成於1972年 那戲為紀念中國近代史之重要人物孫中山 管內設置孫中山銅像 並陳列其合併時機器典廠 相關學術研究史料 為推廣孫中山理念之重要成立 那二四 國部紀念館廣會台灣光顧後 具代表性的風風建築之一 由國內重要是現代主義建築師 中國傳統建築階城市風格 為二戰後 台灣現代建築師發展過程之經典作品 建築形貌有過愛廣場之整體環境景觀 已成為台北市重要之城市空間視覺的印象 那三就是國部紀念館之內的大會堂 曾多次舉行國內重要視覺表演藝術獎項 包括金馬獎、金鐘獎跟金曲獎的頒獎活動 並長期提供國內外藝術團體作為室內表演場地 為民眾參與一五活動之重要成立 那法令就是符合武器指令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1、2、3款指令基礎 那這個是哈堡所抱負負責的空間區 包括建築網 本體跟我們剛才提到的四周廣場 跟延伸到仁拉入園廣場的保存範圍的地基圖 那這一張就是保存範圍的空造圖 本來提醒本審議會審議 這一張去 delegate갈 Catch-off 盛夏天 附近審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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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рыв 哦 小姐請轉過時間三分鐘 謝謝 國務執言館其實沒有太大的爭議 因為它其實現在它也是有四個 文師是背 它也是徹底指定 國務執言館其實是最經典 而且看來是徹底也出了地 蓋了所謂的溫道橫補居 所以我是認為說它是應該實力補居 但是我今天對其他案子非常有大爭議 包括葉社最終的那個案子都已經拆掉了 而且是文治法規定是要審議 不是說有棒棒案 另外一個是嚴平南戶的那個案子 都回錢了 一文治法57條 跟17的27條 也是告訴你說要審議 而且通報的是我 那我覺得台北市政府是公安違法 公安治安 所以這個案子我覺得是要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在座的委員是說在場 上市中美的審議的時候有四戶 只有審了兩戶 另外兩戶沒有審 可是在所謂的 後面的所謂的會議記錄上面講 所有委員同意他 不去文化資產價值 在座 在場的那16位委員 請問一下 在那間會議記錄上面 在會議上面 有任何一個委員同另外兩戶沒有嗎 那這樣子的會議記錄不就是偽造文書嗎 我覺得一件事情齁 對委員的專業我非常穿撞 然後委員剛才其實我們還邱老師 劉老師也搶 那既然都覺得說一些考古意思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卻不依法來做 那我們現在的文治法在哪邊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文化部文化資產生意的相關作業處理流程 我不相信你們台北市社會不知道 古記意識建築 有區佬建築行使其文化情況 就是注意辦 在這邊 台北市文化學在做什麼 尤其是語記錄已經拆掉了 2015年才就到電站 都有一個誰歡迎 我們現在是討論 一個不建網 是一隻主題 我只是提醒我的言說 前面的案子有爭議 謝謝 今天如果你有書面一點的話 我就歡迎您去臺 謝謝 接著那個國富記憶館 針對這個案子 老師有沒有要補充後修症的部分 或是是這個幹麼可以 我們待會應該會討論 不想這個價值 但是國富記憶館當然在去年 已經有發了一個包 是包包室內的裝修跟戶外的體驗 而且都已經規劃設計在進行 我不曉得工程什麼時候會發包 所以我不曉得館方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國父千白發言 我們的的確因為我們不知道會被此地 為文化資產 所以其實我們的工程是105年開始 就已經陸陸續續在進行 但目前所有的發包 因為都是設計建造道 都是提供 都是提著 因為我們要等這個文化資產審議後的結果 我們才做一定的處理遇上 升級階段 來 現在如果文字確認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些欺騙調整 然後往下走就好 OK 好 那是不是辦事這邊 我這個不知道就是一個 這邊 辦事這邊的主要 就是說有關管發所指的 主要工程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在今年8月份 重新再提送 設計行為會也通過審議 對於指定國際這個項目 當然主要是可以的意見 但對於建築土地的部分 這邊可能就需要補充一下 有關於北側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個建築 除了國際建築 這樣沒有 北側的部分的話 是在就是 北側這個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說 這個範圍 因為早期沒有停車空間的設置 這麼大的一個建築 它沒有地下停車空間的設置 所以停車到地面上 那就景觀工程後未來的使用 我們其實認為說 這邊的停車場應該再做一個整理 我們是建議說在北側的指定範圍 是不是可以把範圍稍微再往南移一點 就是說有關於四周廣場的部分 對於土地本體就是指定的建築物本體 但是對於定著土地的範圍是建議 在北側這個範圍線是否可以拿退至主體以北10公尺 以上建議 我知道那個音樂本來有空間的擺廳很久了 雖然裡面很多的音樂想要不需要做練習 所以確實是他們有這樣的需求 那戶外的空間因為過去的一路面很多 那原來公園族有一些他們新的規定 不過如果那個水池是往道宏那時候設計的話 我想或許雖然都省已經過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被指定的土地以後 我建議還是應該在 讓我們的委員會在看過一定他的水池 讓他們比較好 那個 跟委員會報告一下 我們不是針對南側的部分 剛才有發言是針對北側的這條定著範圍線 希望能夠不要那麼靠北側 因為未來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廣方也有做地下輪熱場的需求 那還有一個地下聯絡道的一個工程 那我們希望這個範圍線的話 是否可以往前再稍微瞭解一下 副市民 主席阿偉報告 大概 其實我們 大概地界線是照原先那個最早的那個 黃仙攜機的那個來做分隔的 所以那個可能在價值層面上是必須要建立 如果人家第一次設計就要這樣 那這邊的分隔線的話 那也跟杜阿偉講一下 其實將來 以古蹟的三四條的規定 你反而跟這個鄰格的你都要送成 那只是設計上的差異而已 不是說你畫到就不用 不畫到就不用 不畫到就不用 畫到就要 比鄰就已經要了 那再來國務紀念館講的事情 好像從七月去會刊的時候就跟您報告過 內部的您的裝修的工程 只要建築師提出計畫送成就可以了 並沒有耽誤到您的啟程 那外部當時也講了 這個水池是往先親自設計的 可能不能動它 其實很早就講過了 那其實跟這一次的議題好像並沒有妨礙 你們可以繼續做 步驟補充的應該是說幾個原則保持之下 你還是可以做一些適度的設計修正 那原來精神比較就動到 然後送來我們委員會做一個W-Chain 那應該會寫一下你後續的設計跟問題 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老師要幫你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這裏 還是說現在只是要請教 這個案子前面有你辦的事項範圍 然後老師針對你辦的事項範圍 有沒有曾三九零 或者是有其他意料在會 所以現在就可以討論是不是 我對這個國務紀念館 我們現在的指定範圍比較著重於建築物的本體 跟它附近的這個道路系統 就是臨界的道路系統 沒有把它的整體放在裡面 我覺得有一點疑慮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孫中山在所有 我們國家的國民對它都沒有那麼大的起見 都認為它是中國近現代史裡面 非常的重要的一個 包括對岸一樣也在紀念它 所以所有的華人的世界裡面 對它應該都有一定的共通比較接近的態度 所以我們對它的理解 假若只留存在現在化的虛線的 框線的建築物本體 就有一點可惜 其實它最好的保存範圍就是整個接鍋 就整個接鍋連光復國小 未來光復國小要如何處理 假若能夠把這整個接鍋都思考進來的時候 那這一塊將是臺北市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 可是假若說我們現在只保存 這個保存區範圍是這個紅線的官方 那有點可惜 因為是說保存區的範圍裡面 就不能夠做必要的設施 要做地下停車場 要做必要的設施 事實上是可以做的 就法律的規定 法律的規定來講都是這樣的 所以原來那個學校叫光復國小 然後整個接鍋的範圍裡面 我從這個Google上面 再來看現在這個接鍋 它在周邊的這個區域的景觀 事實上原來在蓋大巨蛋的時候 我們其實一直希望說 從攻擊鏈碗的忍耐路的這個中軸 一直往背後拉過去的時候是一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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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